四川一高考复读男生 故意在卧室做不雅行为 因为他知道 阿姨等会儿进来打扫卫生 果然 当贤惠的保姆一推门 撞见男生那画面 羞得面红耳赤 男生从此开始 一步步将大自己26岁的保姆阿姨 发展成情人 两人在公寓过了五个月的二人世界后 男生妈妈闯来 妈妈和保姆同时惊讶 自己和对方长得太像了 而且 阳台上晾着保姆的内衣 和妈妈是同款 他们似乎猜出了什么 男生则在一旁 羞得低下了头 母亲为儿子找了心理医生 她在安静的诊室里 讲述了和保姆的所有细节 我叫徐杨 高考复读了两年 都没上一本线 第三年的时候 我压力大的整夜失眠 但我那单亲妈妈 根本不顾我的感受 给我每月八千块钱 说 妈妈有的是钱不怕供养你 哪怕再考十年 你也要考个好大学 钱给我后 她就潇洒去了 我父母已经离婚十几年 我从小在妈妈身边长大 刚开始她带着我 住在简陋的单间小屋里 摆地摊做生意 那些年过得很辛苦 后来 我看她跟一个年纪很大的男人 整天早出晚归 做什么医药器械销售 从那以后她挣钱似乎很多了 不到两年 我们买了八十平米的小区房 等我上高中后 妈妈的生意做得很大 手底下有服装店 美容院 小酒店 我们家似乎成为这个小城市的有钱人了 妈妈有钱后 就和那个老男人分手了 有一次 我去她的美容院找她 发现店门紧闭 没有营业 推门进去 听见里面一阵急匆匆的响声 接着 一个比我大不了两岁的小伙子 衣冠不整 从里肩出来 身后跟着面色飞红的妈妈 已经成年的我 知道是怎么回事 心里特别恨妈妈 而妈妈只是加大了每个月给我的钱 以弥补心中的愧疚 高考复读第四年 我每天至少十三个小时 都在高强度念书 而妈妈整天不着家 面容也越来越滋润 每次见她 都让我想起那个衣冠不整的撞小伙 我和妈妈相比 她潇洒自在 我深陷痛苦 我忽然想要改变这一切 我也要潇洒 于是我也无心上课了 在学校附近的陪读公寓楼里 租了个大房子 这幢公寓里 有很多妈妈在陪读 我跟妈妈要钱 谎称自己学业需要 妈妈才不追究我拿钱干啥 只要我伸手 她就大放给 房子租好后 我就整天在里面睡觉 打游戏觉得人生 从来没有如此自由过 吃饭我就点外卖 吃完外卖 就把餐盒扔在门口 等下楼时再提出去扔掉 有一天敲门声响了 是这幢陪读公寓的保洁阿姨 我一看见她 眼睛都不转了 她长得很像妈妈 但气质上 这位保洁阿姨 一看就是贤淑温柔的女人 不像妈妈那样张扬 你这垃圾房门口半天了 要及时扔掉啊 我帮你扔下去 下次不要堆门口了 阿姨说 我赶紧道歉 对不起 下次我注意 阿姨往我门里瞅了一眼 说 小伙子 你房间里挺乱 妈妈没在吗 因为这幢楼里 陪儿子读高中的妈妈特别多 阿姨以为我也一样 我说 只有我一个人 阿姨呕了一声 正准备走 我赶紧留了一句话 阿姨 你可以上门保洁吗 每次我给你五百块钱 阿姨惊了一跳 说 给这么多钱啊 我可以做 每次只收二百就行 就这样 这位叫刘梅的阿姨 就每天来我租的房子里 打扫卫生 她给我讲了很多 这桩陪读公寓里发生的秘密 我觉得开了眼 我天真的以为 没有钱办不到的事 如果没办成 那就是钱没给够 我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 刘梅阿姨 是我在公寓里逍遥 每天能接触到的唯一女性 她的温柔 勤快 模样 让我很有亲近感 我曾经试探她 问 刘姨 我要是每次多给你五百块 你能不能在我这里 多停留一下 陪我说说话 刘姨一愣 似乎觉察到我的意思 果断拒绝了 说 你还是好好念书吧 别整天待在公寓混日子了 年轻人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 看来 金钱并不能让她动心 反倒是她越这么苦口婆心劝我 我越能感受到 一种女性的温存 我对刘姨越来越上心了 我从网上一些网站看到 一般大龄的女人 喜欢身体强壮的年轻男人 我想 也许真就是这样 比如我妈妈和那个男生 我再次天真的以为 如果我给刘姨展示自己强壮的体魄 她或许会对我动心 于是有一天 我掐算着刘姨推门进卧室打扫卫生的时间 故意提前躺在床上 正对着门 做出很难堪的行为 果然 刘姨没有防备进门 撞见了这一幕 羞得轻轻哀悠一声 退了出去 我知道 她全看见了 心里不免有些兴奋 但随后 刘姨正色告诫我 说年轻人不要做一些不健康的事情 然后转身就走 说以后 再也不来我这里了 我绝望地倒在沙发上 心想 自己这么多年来 从没喜欢过一个女人 甚至学校 有女生向我示好 我都没感觉 第一次对一个比自己大26岁的阿姨 有浓烈的感觉 却被拒绝 我心如刀脚 本以为自此和刘姨无缘了 没想到有一天晚上 我下楼去吃了点东西 回来进公寓大楼门口 碰到一对母亲和高三儿子 正在为难刘姨 你一个扫地的 不要和我们乘坐同一电梯 那个妈妈瞒不讲理 旁边又胖又高的儿子 也嚣张地看着刘姨 刘姨没忍住争辩 说 凭啥瞧不起保洁的 那个妈妈就像疯狗一样 上来就指着刘姨鼻子骂 我赶紧上前挡在刘姨面前 一副无赖的嘴脸 对那对母子说 我现在就是个闲人 有时间跟你们好 我要到你儿子的学校到处广播 还要追到你单位广播 告诉你们周围的人 你们是什么样的货色 一看我无赖的样子 那对母子觉得难缠 会溜溜走了 刘姨也觉得解气 偷着又气 又笑对我说 你还学上无赖了 这算什么本事 但我看出 她还是因为我替她解难而开心 你房间应该好多天都没打扫吧 刘姨称怪我 看她那样子 我心里真想哭 好想拥有眼前这个女人 夜色已降临 刘姨跟我上了楼 去了房间 准备给我打扫整理 我坐在沙发上 看她扫地拖地 当进入卧室要打扫的时候 我忽然想起什么 赶紧支支吾吾上前拦住她 刘姨不知发生了什么 还觉得我奇怪 让我安心坐着 她很快打扫完 进了卧室 刘姨愣住了 她看到地上扔着好多用过的纸巾 她明白了 不过 这次她没有修着走开 而是缓缓地打扫起来 过了一会儿 她轻轻对身后的我说 你这样 会毁掉你的身体的 我顿时泪如雨下 说 反正家里也没人关心我 我毁了就毁了 没有人在意 刘姨也伤心落泪 扔下扫帚 坐在床檐说 咱们都是苦命人啊 然后眼睛望着窗外 似乎在自言自语 讲自己的老公 如何在夜里把她不当人 不爱惜她 讲了很久 刘姨忽然反应过来 不应该对我这个 还没谈过恋爱的小年轻 讲这种事 她赶紧擦干眼泪 连声说 对不起 我怎么把这些讲出来了 我也流泪 顺手关上卧室门 说 刘姨 咱们都是可怜人 我会对你好的 你就教教我吧 刘姨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问我 教你什么 看着我热烈的眼神 她才明白了 此刻夜色暗了下来 我走到刘姨的眼前 紧张地浑身发抖 嘴里一变变地说 刘姨 你教教我 你教教我 是不是这样 当刘姨终于被我说服 这挽留在我的卧室后 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了女人的好 那三天 我俩都没出门 尤其是我 每当刘姨安慰我说 一就出去吃个饭 再回来 我一把拽住她 说 我叫外卖吧 三天后 我们出门 刘姨脸上是女人的羞涩和疲惫 后来渐渐 刘姨越来越信任我 把我这间公寓 当成她另外一个家 有时候 也放点唤喜的内衣物 有一次她没在 我就拿出她的内衣怀念她 忽然看到标牌 我心里一惊 再网上搜索了一下 这个牌子的内衣 几千块一件 绝不是刘姨这种保洁阿姨 能消费得起的 于是隔天她过来 我们潇洒一番过后 我问她 你家里很有钱吧 刘姨先是一愣 然后眼睛垂下去 说 其实 已跟你一样 家人是有钱 但对我束缚太多 并不关心 原来 她老公是黑道上的人物 大男子主义特别强 给刘姨大把大把的花钱 从不亏待她 但就是不把她当人对待 尤其夜里 我就像她豢养的一只宠物 刘姨捂着脸哭泣 我深同感受 觉得我妈妈也是这样对我 以为给我大把钞票 就是对我好了 一点也不关心我其他方面 得知那些昂贵内衣 也是她老公给买的 我就一把扔掉 然后我去了超市 准备给刘姨 挑选我自己中意的内衣 忽然 在内衣货架上 我看到了一款和妈妈 相同款式的一套内衣 镂空网 带蕾丝的 之前在家里 我看到妈妈这套 脑中就浮现出 那个撞小伙的场景 觉得这套内衣特别罪恶 但此刻 有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情绪 让我迫切想看刘姨穿在身上 因此 我买下了 一回到公寓 就让刘姨过来 把这套穿上 我脸色阴沉的指挥 刘姨不知发生了什么 但仍然疼爱地看着我 称怪了一声 说 好 谁让我落在你手上呢 听你的 说完 当着我的面 换这身内衣 刚换上 我就愣住了 她的长相 本来就和妈妈很像 穿上这身后 仿佛就是一个人 这一整夜 我们都没有合眼 有一天 妈妈给我打电话 问我复读成绩怎么样 我随便应付了几句 就继续和刘姨歪了 没想到 一个多小时后 敲门声响了 我一开门 发现妈妈站在门口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已经两个月 没去上学了 妈妈生气地 指着我鼻子吼 但我一副 无所谓的样子 正在骂我 身后刘姨 衣冠不整地出来了 妈妈惊讶地 张着嘴 说不出话来 随后 妈妈和刘姨 同时惊讶地 看着对方 刘姨先开了口 巧声对我说 你从来没告诉过我 我和你妈妈 长得如此像 妈妈看见 后面阳台上 晾晒的内衣 和她款式相同后 以更惊讶地 目光看向我 直到这时 我才羞愧地 低下了头 妈妈叹了口气 对我说 都怪我 只顾着给你钱 却从来没了解过 你的心理 她并没有责怪 我和刘姨在一起 而是不久后 带我去看了心理医生 在心理医生那里 我把一切都讲了 出来后 妈妈对我说 反正我有钱 可以让你下半辈子 花不完 现在我也不逼迫 你高考了 你愿意上学就上 不愿意就留在我身边啃老 反正我的钱都是留给你的 我没理她 而是回了公寓 刘姨已经辞职了保洁工作 她给我发了条信息 说 很怀念跟你在公寓的这两个月 你还年轻 以后会有自己的妻子爱人 所以你要好好念书 考个好大学 自立自强 看完信息 我想了想 此日我就去了学校 开始任认真真课苦念书 几个月后高考 我终于突破自己 考了六百多分 上了四川大学 这一段时间